最近有很多兄弟 总想让我去尝试一下那个五星地霎 今天咱们看一下 如果有碰到的话可以试一下 上线以后的第一波奖励非常完美 起手就是一个龙鳞 然后反手又是一个定魂珠 非常nice 这个是咱们今天的第一个地霎 四星的小魔王 没错啊 他就是小魔王 哪怕说他曾经在琉璃波灭过咱们一次 这一次刷的这个怪也不会很友好 三个馄饨兽都是抗无敌的 还有个大力也是抗无敌的 就小叶稍微友好一点 咱们第一回头看能不能把小叶给吓掉 连环第一刀是7700 这伤害可以啊 应该没问题的 现在就看宝宝速度能不能比对面铁血快 如果能在小叶出手前把它给打掉的话 咱们可以少吃一个破血 nice 轻轻松松啊 这个开局很完美了 看一下对面的破血啊 第一刀是18001600 他只要不暴击就没事啊 一暴咱们就没 宝宝是难输没有高深 第二回头问题上都还一盖 其他的时间就看宝宝了 这一次宝宝封的还特别准 两风两重 控上两个拳法以后 咱们再把这个大力给下掉 把主怪给下掉 那就完全没压力了 对面已经没输出到 前排这三个封系有点烦啊 一个精尖开掉 然后咱们把主怪给下了 这个女的村这么准的吗 动不动就被封上五块 来咱们准备开奖啊 高内灯 金刚 定魂 好像还可以啊 一个金刚石还有四个宝石 发财啊 这个事情输出只是刚开始啊 可以先剧透一下 等一下结尾还会有一个五星的地霞 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天刚 天刚星 我这周其实杀的很少啊 一开始星期一的时候 我又看了一下攻略 看了挺复杂的 然后第一天就被杀 今天咱们先试一下这个天平啊 天平星也一样是有属于他自己的那种独有的机制 他第一回合会固定给血量最少的单位加血 然后加血的那个血量是不固定的 这个天刚对新手来说其实很不友好 特别是像我们这种新手 他得算血 主怪是固定因素 然后每回合会给他们那边血量最少的一个单位加血 加血的那个素质还不固定啊 是看他们那边哪个怪剩的血最多 就给他加多少血 比如说有个怪血量是剩25000 然后他就会给那个血量最少的单位加25000 当然他也不是说固定25000啊 加满为止 这个天平比较大众的杀法是有两个杀法 一个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试图开飞机 然后神木林全秒去压制对面所有怪物的血量 血量低 然后他加的血就少 但是这个方法也有个地方需要注意一下啊 你得确保自己能在对面七个怪上面全都打出伤害 这个对我们这个神木林就不是很友好 能够会好一点 然后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点杀 点杀的话是同时攻击两个怪物 这个你们可以去参考一下飞种的视频啊 他那边会演示的更清楚一点 这一次还不错 出了个耀眼 这金刚实现给他放旁边啊 不要出雾吧 开个横幅行不行 高内丹 水星浪 蛇身 鸡 铜铃法 我这区怎么全是这种垃圾高内丹啊 洗水 再找一下可能还有 这边还有一个天威星 天威星是比较简单的啊 他是第一回合固定把咱们所有蓝都给他抽光 所以第一回合不要用技能 可以踩个塔呀 或者说放下特技之类的 这个天威星除了第一回合抽蓝的这个机制啊 其他的其实打把都很常规 不会很难 主要的核心输出点还是在后排的两个狂弓 还有两个规法上面 我们还是跟之前一样啊 凤凰扛伤害 宝宝点杀一个狂弓 从第二回合开始对面的主怪就会开始反蓝 但是这个蓝不是很多啊 你得注意一下 像我们这个蓝量只有1300上线的话 四头领只能打一个四波 再往后打法就很常规的啊 足以点杀 先点掉两个狂弓 然后点掉两个鬼法 接着就是前排主怪 天威星队长是一个发光 这个是没有耀眼的啊 咱们直接开掉 队长号一本受决神迹 无底洞是一本 金普林史 不是 非种的暗淡能开牌子 我的暗淡怎么是这种 星灰史 再来一个暗淡 舍地址 还有最后一个号啊 石头号 也是星灰史 杀这个天威星的时候 我不知道会不会出教养啊 然后问了一下非种 结果非种又来扎心了 它开了一个高内单舍身机 咱们这边就一个通灵法 这个奖励差距有点大哦 先把它放起来吧 不想看到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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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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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